中国所有的债务加起来 占GDP的比例是283% 基本上这个经济就已经崩溃了 银行它的那些所谓的很多烂账 绝大部分都是领导的批条 许多基建项目它是没有创造收益的 只能够依靠地方的财政收入来还本付息 中国的总理权力很大 他想把钱往哪放就往哪放 就是强迫这些商银行给地方政府借贷 等于把银行的利润强行转移给地方政府财政 那对于股东所处处是非常不负责任 其实是饮赠止渴的做法 现在已经处理不了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 唯一的方法就是滥印钞票 用恶性通胀的方式来解除债务人的负担 观看完整内容 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订阅干净世界网站精英论坛频道 精英论坛每周六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关注和支持